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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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卓柳是我的书工 这个故事 在我想起来 它是对吴卓柳 它的思维 绝对有影响 也是我们官条约以后 后来第二年日本就登陆台湾 当时我们有吴家参与抗日 平地以后 他就知道我们这边有人去参加抗日 然后日本就派了黄头兵 就他们的军队来抓 那么没有抓着 我们吴家因此而被烧掉 烧了以后 我们吴家没办法安身 没办法安身 就不敢回来这三丈 后来吴卓柳的祖父 方信公 他就跟日本交涉 后来就没事可以回来了 回来安居乐业 那么这个房子是经过 整修很多年才整修好 那么这个时间 对吴卓柳的祖父有很深的影响 很深的影响 那时候吴卓柳还是很小 吴卓柳是1900年出生的 他这个烧房子是1896年烧的 吴卓柳出生以后 四五岁 他说还有影响 说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 瓦礼还可以玩瓦礼 他还记得 那么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他们就上一篇下 吴卓柳的祖父 他是有读书的人 有到过 也有到过内地 内地就是大陆 回到回去 祖先的广东那个地方 所以他一直 他是带孙子 吴卓柳的祖父带孙子 带孙子呢 吴卓柳就是他在那边 在我们这左相房最后一间 听他的 小时候就听他的这个 这样的故事 所以我相信对他是绝对有影响的 是这样 这个 大家就知道 吴卓柳这个人啊 就是寇卓是这样 硬硬 非常的坚持极坚的一个人 有一段时间 台湾文艺出现的第二年 还是同一年呢 在台中出现了一个 这个叫做历师刊 是师联的历师刊 历师刊是新师 那吴卓柳是旧师出现的 他非常讨厌新师 那什么叫做师 因为旧师要讲究国力 平折 对建 对仗那些嘛 那新师全部都排斥到 他就很排斥了 两方面有一点很不高兴 他来找我 陪他去募款的时候 我就给他讲 时代的改变 未来一定是新师的时代 怎么可以这么讲 就和我吵起来了 我一直吵 吵得很厉害 我叫协生自修了 我外面就让他骂嘛 那怎么不给他 他长辈子就让他骂的 一直骂 骂没有完 骂到走 要走了 我送你上回车子骂 第二天帮忙 我接了一封信 又骂 后面是以台北战又急 又急 又在骂了 是这样一个人 这个真的没有救了 我讲不管他 可是那个时候 台湾文艺是纪刊 到了下一个季刊 打开来 我下来一条 他其中有一个启示 吴州流星师讲办法 好感人 我从这有真的 这点起 很感动 他这么坚持这个自己的意见 后来冷静的思考 解释不对 他不当认错 而且做出进一步 我办心事讲给你 所以这个我最感动的 他做这件事情 再次接触吴卓流应该是在我第一任 派任校长的时候是2007年了 2007年8月我派任到关西镇的一个锦山国小 刚刚吴卓流先生 他在1939年被贬得到更远的 调到这个 那当时叫做关西工学校马武都分教场 马武都就是原住民语就是那边地名 现在叫锦山 以前叫马武都 马武都分教场相当于 就是等于说现在跟校长一样 因为整个学校就是他去治理 那他在这边服务很短的时间 大概一年三个月 他就离职 离职是离开教职的 他教书不止一个地方 他教书教了好几个地方 那这些在日本统治时期 在学校里面教书 他属于一个被压迫跟被支配的一种状态 所以后来他就放弃了教职 就到了大陆去 到大陆去以后呢 他进入了媒体工作 那在大陆的那段时间 也就是这个南京杂感 我觉得这个南京杂感 因为日本台湾文学的中国经验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台湾文学的内涵 那五周流的这个南京杂感所反映出来的 南京又是一个 那个年代 这个我们知道他南京 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政治的 可以说政治中心嘛 那在南京手文手见 他的反映 他用杂感式的文笔 把他耳闻目见的南京 代表中国的这个南京 然后写了那么多的文章 这个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 他在苗栗的西湖15年 所以他自己认为是他的第二 西湖是他的第二故乡 你不要再讲话 他的文学确实从西湖开始 那用日文写的 因为他出生的时间 他读师范学校 那么刚好读的时候 受日本的教育 不过他在家里受过汉学 我们台湾人家叫汉学 汉学的 所以会写这个古诗 实际上他毕业当教育员以后 他一直是写古诗的 他在这个23岁到38岁 因为一个学校的开会 学校开会提出过改进意见 他提出的改进意见 很强烈 所以当时的读学都非常不高兴 就把他贬到西湖来 说他来西湖不是他 他自己要来的 是比较贬的 那贬照里面 他开始台 因为认识一个 尼老师日本人 他看到人家写 他的欣赏诗 他说怎么样 我这不得了 有时候不得了 小说 有时候不得了 我有写 你有写 那试试看 他写的有一篇 第一篇叫做水夜 就写这个尼老师的刺激而写的 后来一看 哇 真的不错 所以这里他的文学生命 真的是从西湖开始 他在受到这个女同事的激励之下 他开始创作的时候 一定不是只为了讨好这个尼老师 因为他的第一篇作品 水夜 就表现了在日记时代 台湾知识分子的这种苦恼 不平 这种主题意识就出现了 紧接着第二篇短篇小说 《泥沼中的经理》 就表现台湾被压迫的女性的命运 甚至他在激励这个被压迫的女性 应该争取自己的权利 他最有很强烈的主题意识 有一本 这是第三集 这个波茨坦科长 这个书还没有发行 在印刷厂就被警总禁掉了 不准发行 为什么国民党政府那么敏感 书都还没有出来 就被禁 因为这一本短篇小说 都是在记录国民党到台湾来之后的 所作所为 官藏的一些黑暗面 他把它画成小说 所以这个就触及到当即的神经 所以除了反映日记时代的台湾人的命运 台湾的社会之外 战后在那种严酷的监视之下 吴作流照样在写 对新来的政权之下 他也一样的不屈服 一样的要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中归一记 吴作流 他是借着这种小说的形式 不只是在反映时代 反映社会 同时他有强烈的反抗意识 然后变成一种记录性的自传性的小说 可是慢慢的 他到了这个长篇小说 这个胡志明的写作的这个年代 他知道日本即将战败 他要把这个日本统治之下 台湾人的命运记录下来 他已经没有那种强烈的反抗意识 可是他愿意做一个记录者 把历史记下来 所以除了亚西亚的孤儿之后 他一连串写的长篇 比方说《无发果》《连翘》 当然他是借着这个自传小说的形式 可是主要的他还是在记录 二而八事件 前因后果这个过程 他曾经跟我提到 他说台湾人都不敢写二而八这件事情 那当然当时台湾社会 在那种非常严密的监控之下 二而八这个三个字都不敢说 在这种很丰盛鹤唳的环境之下 没有人敢写二而八的这个题目 可是吴祖刘他就跟我讲 他说他要写 他要把二而八这个历史悲剧 要流传给后代 他亲自跟我讲 这个吴欣在整个台湾文学署上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办了台湾文艺 那1964年这个台湾文艺 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 台湾的作家经过了这个战争结束以后 的这个转换的这个部分 然后经过了20年间 他们很多人重新去学习这个汉文 然后重新开始用这个汉文来写作 那这个文学传统到了台湾文艺 吴祖刘先生创办他创刊的时候 这个文学传统等于是说 经过了这本统治的那个最后的八年 然后战后的那个混乱的那个局面 然后国民政府到台湾来了 那个整个文艺生态全部瓦解重建 那台湾日记时代的台湾文学传统 这个等于说变成一个浮流 在地底下 他到老年以后 那身体慢慢不好以后 他找人帮忙 那刚好通到一个中肇镇 把台湾文艺结构去 中肇镇接台湾文艺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者 对于咒家来讲 我自己有这个经验 办杂志和创作 几乎不可能是同时冰险 但是以台湾的文学史而言 如果不出现一个中肇镇的话 那可能不好 中肇镇之后慢慢也就 很多的杂志也出现了 我们台湾文艺进来的人才也不够了 慢慢就磨络掉了 我是他的后记者 就是说他创办了台湾文艺 我担任台湾文艺的总编辑 在他不在人间以后 他不在人间过20年 我才接这个杂志 我是从李桥手里接过来 我接完的时候又交给李桥 台湾文艺我说我给他一个家 我接手以后 我听说吴卓柳一个人 苦撑12年 吴卓柳撑了12年 我因此就发下好语 我说我也要做12年 为什么我编了三年 要透支差不多100万 因为台湾文艺本身是 已经是非常寂寞的杂志 台湾文艺的寂寞是什么呢 我接手的时候 它有800多个订户 可是我接手之后的下一个月 就是剩下200多个订户 一个杂志只有200多个订户 这是一定倒贴的 大概要1000户以上 才能够维持存活 2000户以上才有办法进展 那么我接的时候的800份订户 李乔跟我说 现在正好有800户 还不错 所以你接 他当然是鼓励我接 他也需要有人接 为什么我接了过一个月 就剩下200多户 原来他本来的800多户 其中500多户 是台北县文化局定 定给台北县各学校各一本的 那个时候的台北县文化局的局长 是刘丰松 他当然知道台湾文艺的重要 因此他就用工部门的经费 定给所有的校园 这个500多户 因为骑满了 骑满以后 后来因为换人 所以就不定了 不定了我就首当其冲 这个大水冲倒龙王庙 就首当其冲 就那些定户都没有了 就剩下200多户 这个200多户不是在台湾 不是在杀戮 这200多户 有的在澳洲 有的在纽西兰 有的在巴黎 有的在东京 有的在美国 就是说他们是长期的订户 从很早很早 就是很有台湾心的人 很早就订了 一订了 他可能一订就一定订10年 20年 所以你为了这些订户 你还必须出版 可是从印刷的角度来看 一个杂志 你是不可能印200本的 我大概要印2000本 每一本的单价 才能够压下来 我只好去印2000本 印2000本之后 绝大部分都是 都是那个库存 我为什么要那栋房子 给台湾的一个家 因为楼上都变成了仓库 库存了 那这样也不是办法 这个杂志已经很少人投稿了 非常的少 非常的少 台师大的台文所的所长 李勤岸教授 他听到我接这个杂志的时候 他就跟我老朋友了 他说 如果没有台义的作品 就没有赏台湾文学了 那我们的东西已经过了气了 那自然凋零得好 立刻就再去接 那我的办法很简单 就是 以其人之道 还制其人 我就说 不然 金花 你就台义专家 不然你来投稿 我给你篇幅 譬如说三十秒五十秒 你每期都付着 就那些过来 他做不到 他没有 真正写作的人 他也在挑杂志 我如果有个杂志 我要在哪里发表 这个都尊重 所以这里面事实上是很困难的 吴卓流之后 台湾文坛的领告者 大概就算是中兆正为中心的一群人 如果说是正统的台湾文学的命脉 那应该是吴卓流 接着中兆正 再来就是郑清文 李桥 这些人 一代两代 到了中铁明 这个阶段 都是受到吴卓流的栽培 他们最早期的作品 差不多都在台湾文艺发表 从台湾文艺出发 然后再向外发展 那吴卓流的台湾文艺 像地下水一样 在台湾社会的底层 这样的流 亚细尔古尔是 是吴卓流的代表作 那他出现的时间 和发表时间放进去 那本书绝对是不朽 亚细尔古尔创造的这个人物 是那个年代 台湾的一个有理想 有希望追求前途的一个过程 结果他发现没有找到 所以是一个不成功的出埃及记 对我们后人而言 因为不成功 更有启示在里面 这个亚细尔的古尔 是他在日本时代写的 他当时是住在台北 住在台北他 他的家跟警察 住了隔两三家还是什么 是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从日本看起来 日本会败亡 所以那个时候政府当然管制得很严 一律世界大战 二战的时候 他那个时期很危险 他在写亚细尔古尔 写的不 觉得不安全 那如果被抓到那是人赃继祸 反对日本政府 所以他写好的稿子 是回来放在那个 放在吴家他自己的厨房那边 他在厨房那边 他书里面我们也不知道 当然没有人知道 那他 他说他是放在火炭笼里面 那您大家不知道以为火炭笼要放火炭笼 稿子不烧掉吗 我推断他那个时候就没有住在这里 所以他的厨房是没有起火的 就是没有煮的 所以放在那边最好 水 你其他放在厨柜里面或怎么样 万一有被收 一定会被收到 他说放在那个地方 那一定是放火炭的 放木炭烧起来 所以放在那边是最安全的 后来在书里面我才看到是这样 这战后初期 经过228事件之后 一方面经济生活很窘困 可是在精神方面 也是受到打压 紧接着就是白色恐怖时代 所以台湾的作家们 根本就不敢写了 可是只有吴卓柳 他利用这段时间 他把那个《胡志明》这部小说 偷偷地拿到日本去 给台北地大的教授 钟春泽 吴卓柳把他的这个《胡志明》 这个小说寄给他之后 他非常感动 他说这一部这个小说 不但是写日本统治之下的 台湾人的命运 也是台湾从来没有在日本 出版过长篷小说 所以他就介绍给出版社 那后来经过十几年 果然出版了 变成台湾人在日本 第一部的长篷小说 吴卓柳的书名 他出版这个小册子的时候 他是《胡志明》 这个男主角叫做胡志明 所以他的书名也用胡志明 可是在日本要出版的时候 那钟春先生就建议他 改为亚细亚的古尔 所以这个亚细亚的古尔 这个日文 亚细亚的古尔 这个是钟春校长替他改名的 那这本书在台湾开始出名了 就有好几种版本 在这个台湾经过二二八 经过白色恐怖之后 台湾的知识分子在苛求一种台湾人的新的出路 在开始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 那么正好有这本亚细亚的古尔出现 所以在台湾的读书界也相当的流传很广 那这个回到他的小说就是 他把这个台湾知识分子 或者台湾青年 台湾一个台湾知识青年 在这个一个很特殊的环境底下的那个存在的那个处境 这个讲的这个淋漓尽致 像我们最清楚的吴周瑞先生的亚细亚古 他就是一个我们讲所谓潜在写作 他是偷偷的写的 那在他的日文也当然是非常好 他的汉文也非常好 但是按理来说亚细亚的古尔的出现 他是偷偷的写 那个时候已经没办法 日文已经没办法流通 所以所以他 我觉得要把吴周瑞先生放到那个整个 从日本时代到战后 然后到国府前台 然后一路这样发展过来 才可以看到吴先生的那个真正的 那种我们的价值 他的意义 胡花果也是我们吴家 这个顾及旁边的植物 那个植物是我们吴家 永远不会砍掉的 因为他的根可以做中药 每年端午节要采那个中药 所以我们就有做吴花果 什么叫吴花果呢 它生长以后 从来没有看过它开花 却会结果子 结了树上满满的果子 所以我就感觉 它叫吴花果 吴花没有花却有果 这也跟吴卓流这个年代所生的 所生的 尤其是现在这种年代 颇相符合 那凭个人去想象他的书 就是吴花却有果 现在不就像他 也好像孤儿一样 孤儿已经长大了 不再是孤儿了 个人去想象他 就是没有花却是有果 因为当时当年国民政府时代 早期在早期戒严时代 不是都是禁调吗 什么都禁止 可是现在却又产生 现在又就是戒严了 那也不是有果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吧 那大家自己去看了个书 那我所知道的是 它是在吴家旁边这棵树 把它命名的 而且没有恰到好处 是这样 台湾年桥 关于这个 吴九六先生 他的书名 写一本也是三本经典著作之一的 《台湾年桥》 那他为什么用台湾年桥呢 那我们这边刚好有中 那吴卓刘先生呢 他是很用乡土本土的 这个台湾年桥 来做他的书名 这一方面这个是很乡土的 最主要的意思 我告诉你 在日本时代 一定要明哲保身 你长上去 他不高兴的 他就违反他的规矩的 他就把你剪掉 你伸上去他剪掉 你没有出路的时候 那你伸左边 左边他也剪掉 做围离嘛 那他伸右边 右边也会被剪掉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 是这样剪掉 他就说 有一条永远不会被剪掉了 不会被剪掉的就是说 你从这边长 伸出来 一直不要左 不要右 不要上 一直这样 在中间那个地方 一直过去 他就是因为他有去看过228事件 他看过228事件 他是台湾新生报记者 你如果知道228事件发生的时候 台湾所有的报纸 全部都被查清了 所以从2月27号晚上 一直到3月8号 这段时间最完整的记录 就是在五花果里面 不是在台湾年轎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这是他照明 所以228事件就变成他一辈子的恶梦 这个恶梦 那因此他才要再写台湾年轎 他写完无花果被查清 只有说228事件爆发就被查清了 所以他想说他要把228事件写下来 这个就是他一生的愿望 所以他终于写出来 但是他不敢发表 吴州柳恐怕是殖民地时代台湾作家 很聪明的一位 因为战后你必须规定要用中文 但是他坚持用日文写 因为日文变成他的母语了 他坚持用日文写 再请人家把他翻译成中文 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殖民地时代很多作品 要到1987年以后才被翻译之后 可是他很早他的作品 他就已经可以在台湾市面上流传 最主要原因是他有书学的能力 就是用日文人家把它翻译成中文这样 他写完台湾年轎的时候是1976年 那1976年他就把那个稿子 交给钟赵宗先生 交给他 他我死后十年 你才能翻译成中文 这到底有什么秘密在里面 为什么要他死后十年 那1985年的时候 钟赵宗到美国去 那时候我在西雅图 他来找我 我说听说那个台湾年轎的稿子在你那边 你要不要翻译出来 你看1986年可以翻译 可是台湾是1987年结缘 钟赵宗也有一点害怕 我看他的申请 我就知道他有一点点恐惧 我就说到底为什么 他说我翻译出来你就知道 我们当时在美国有一个台湾出版社 我就跟他讲 说如果你不能在台湾出版 我们先在美国帮你出版 结果他是1986年开始翻译 1987年就交给我们 他翻译好快 我们在美国先发行 所以你拿到了无法果是前卫出版社吗 是我们在美国先出版后来跟台湾的前卫出版的合作 我们整套的书就由他来出版 就这样了 那我现在我们当然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他必须要他死后十年 因为他触到很多政治信息 他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他写台湾人出卖台湾人的故事 在228事件 里面有一个桥段 就是陈宇把台湾从大陆回来的知识分子 然后找到行政掌官公署 这一群人就是没有抗日的 他们跑到重庆去投靠蒋介石 所以他们叫做半山 这群人我们叫半山 然后陈宇就列出一个名单 说这些人这些人我要枪决 你们同意的人你们就签名 所有的半山全部都签名 这才是历史上最大的机密 他找台湾人来害台湾人 这是国民党厉害的地方 可是这群人也是没有走 真的都一个一个都签名 所以因为签名了 所以那么多精英被枪杀了 所以历史这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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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历史故事 他都写进去了 所以他就不敢嘛 因为他怕得罪半山嘛 他怕得罪半山 然后这本书就没有办法出了 所以他才要死后死灭 所以出版了 有很多人都跑出来就说 我父亲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都互相这样出来澄清嘛 但至少让我们知道一个秘密 就是原来历史上常有这样 228事件 背后其实是台湾人害台湾人 他要讲这样的故事 真的是了不起的 所以吴秋柳从亚西亚古尔 到吴华国到那个台湾的原校 其实就是他的三部曲 他不只写诗 这个是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其实也写游记 所以这个就变成他自己 非常特殊的一种文体 就是说他的写作里面 他的写作里面 好 1957年 1957年那一年他58岁 但其实他这个年纪轻的时候 其实就去过一趟日本 在毕业去旅行的时候 就曾经去过日本了 然后后来 后来在57年58岁那一年 到日本去六个礼拜 有出版写了《冬游银草》 《冬游银草》 《冬游银草》就是全部都是汉诗嘛 总共有102首 那1965年 这一年他退休 到香港日本旅行了45天 他有一个在冬 在冬等于是一个冬游银草的续编 续集 在冬游银草 总共有120首 那他除了这个以外 他也有写用散文的方式写 在南京东游银草感 那这次都发表在他自己的台湾文艺 台湾上面 就是说他喜欢旅行 然后旅行希望要留下记录 留下记录的方式呢 是写邮寄同时也写汉诗 汉诗也是旅游诗嘛 但是这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我刚刚讲的时候 我最喜欢分享的 因为后来比如说 包括他69岁的时候 凡游世界20个国家 40几个地方 又写了一本游记 一本书叫《谭西说东》 就写了一整本 然后登在台湾文艺 后来有单独出版 跟《东游银草感》 就合成了《谭西说东》 一本书有台湾文艺出版的 那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非常特别的地方啊 就是这些游记里面呢 都有汉诗 就是说他是同时使用两个文类 去记录他的旅行 那他的旅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 他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看到一个 这个时候那个文化差异会出来嘛 他的对照性会出来 就台湾怎么样 这个对照性都会出来 就是他到了一个异文化的空间 其实他必须他很依赖导游 很依赖导游就没有办法 他还有一个就很特别的地方 他只要到他自己有一些因缘的地方 他去了之前都会先联系当地的朋友 所以他很有规划 很有规划 那这些旅行的东西 所写出来的这一些既有的作品 是书跟散文呢 这两种不同的文类交互使用 这个我认为是吴卓流的 非常明显的特色 其他人几乎没有办不到的地方 这个过去也不大有人谈这个问题 一般的人重视的是他反殖民的那个地方 就是说他反抗 反抗这个暴政 或者反抗统治阶级 这个部分呢 当然是被当作 比如这个亚细亚国 吴华国 这样的一个比较大 我们讲的大论述 比较属于大论述的东西 一般人因为都比较重视嘛 所以相对来说对这些 好像小品不是很重要 不过我觉得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说 只要他写出来的东西 都有他的价值跟意义 但我觉得吴卓流先生 到了49年以后 就是说他后来 日本时代跟战后初起 对他来说是他生命里面 最挣扎的 最痛苦的一个阶段 那这个阶段的东西到最后 到底还有什么东西需要表达 我想对他来说 因为他的比并没有停下来 所以他不断还是在使用他的这次比 跟他的思考 因为人的价值是 到最后所有一切 还是回归到自我的认定 他喜欢交朋友 他喜欢文艺界的协助 年轻朋友 那这个部分你说 他已经没有当年的那样的 抗争性等等 那因为你想一想到了 比如说我们说到了70年代 或者到了都经过了 那台湾其实抗争的那个力道 还是持续不断的存在 但是他有没有跟着这个一起去走 他心里面也许是有的 但是他并没有站在第一线 一起跟着历史的滚轮去滚动 所以这些都纯粹是我们对一个 历史人物的解释 我们比较重要的其实还是说 第一个他的台湾文艺 对台湾文学所扮演的那个角色 推动的那股力量 所造成的那个结果 这是一件天大地大的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曾经在从这个日本时代 到战后的初期 这样一个冲突性很激烈的 这个年代里面 他写了这么或者他经历过的 而且这些东西变成他一生里面 不断去要试图要挖探讨的 那样的一个题材 这个地方不断的去经营他 那我想这个对他来说是 文学里面的很核心的地带 但是不是全部 不是全部 我们看到他后来 你不能说他后来 你说你后来写的这些 收息 谈息 收东 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或者不重要 那有人不会重视他 但有一些人可能会把它当作 他还是回到写作的本质上 一个人的经历 然后通过一种文字 寄证出来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天秀空暗 有一个新世吧年后 他都有关心你 你做天荡要有敌 要用他反省哦 二 我做什么问题是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我现在要叫做福治民 这个问题 我一直就想要知道 他的用意 你最想问他 那我要问他 雅兴儿孤儿现在长大了没有 就说 detecting 雅兴儿孔子 他本次的国家 进化 后辈子 authors 通 statements 新运动 词句说 此生人仙女 音笛一胸四苦 何故去相思 幾幾妙相侶 絕絕此從事 音樂夢發揚 天三金色貼 青天水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